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长着超大嘴巴的男孩 爱上一个长着超大嘴巴的女孩 那他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8岁的艾伦徘徊在街头 她有一个和常人不一样的嘴巴 而忍不住想要注意她 艾伦已经习惯了被人指指点点的生活 她边走边看手机,越看越起劲 丝毫不理会外人的指指点点 忽然她想到了什么 带着纠结的心理来到了一个房间里 在这里她遇到了一群和她一样不怎么正常的人 马克一个喜欢泡澡的孩子 可泡得太久 她的身上起了像鱼鳞一样的斑点 特瑞洛一个儿时吞下种子的女孩 种子真的从她身体里长了出来 莎拉一个总喜欢撒谎的女孩 所以她的鼻子比常人的要大出许多 当他们聚在一起时 艾伦注意干干的说出了自己心底的秘密 原来她小时候特喜欢做鬼脸 后来就这样了,再也没有恢复过 这些年,她一直忍受着鬼脸后遗症带给她的困扰 在大家的沉默中 艾伦站了起来 她刚想要离开 一个女孩风风火火的走了进来 当他们看到彼此时 相对而笑了 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对的人 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孩子 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呢 看完本片 希望屏幕前的你 可以从小就有一个自律的好习惯哦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 快点